金融市员张浩瀚与天险工人员将一箱箱的隔离衣搬到金融市卫生局 由于新冠疫情持续延烧 包括隔离衣等防疫物资每日消耗量相当大 在张浩瀚号召下 天险工与其所属的中华五险慈善功德会 特别捐赠2000件隔离衣及立体口罩 希望保卫第一线医疗人员的健康 疫情的关心我们天险工还有我们最重要的信徒 由我们张浩瀚的带领下 所以我们一点点小意识的防护衣 还有口罩捐给我们卫生人员 现在防疫期间第一线的人员物资还是相当的一个匮乏 尤其在我们基隆非常多的医疗的一个诊所 虽然说他们现在还有在开业 但是在物资上面没有办法做到适足的一个补充 所以今天由我们张超民主委 以及我们天险工管理委员会各位的委员 一同来募资将这些2000的防护衣 捐赠给基隆市政府 希望来补足第一线基层人员的一个能量 基隆市卫生局方面则表示 会将这批隔离衣分送给医师 牙医护理师及中医等四大公会会员 协助基层医疗人员对抗疫情 在目前疫情吃紧的状况下 大家都希望对于物资的部分 能够有充裕的一个提供 那也很感谢各个民间单位 能够在这个时间点能够捐这样子的物资 让我们也能够提供给基层的医疗院所 或者是诊所 让大家有防护的装备 来一起对抗这次的防疫 消防局仁爱分队救护车紧急出动 据统计仁爱分队一天出动20次 出勤率在全国几近前50名 尤其在疫情期间更加辛苦 基隆市议员同志委 因此与基隆知名伴手礼业者 一起送40份潜艇宝及饮料 给消防局仁爱分队弟兄 希望用美食帮消防弟兄补充体力 这次疫情很感谢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辛劳的帮我们做很多保护的措施 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些小点心来慰绕他们 非常感谢我们这个阿里棒棒的 这个张其兄还有小芳姐 他们非常有爱心 希望可以将他们的这个食物 他们下午茶 提供给我们第一线的救护人员 那我们特别牵线我们仁爱消防队 仁爱消防队目前一天都出勤 超过20次以上 在全省排名48 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们特别感谢这样的爱心企业公司 可以给我们第一线人员温暖跟鼓励 有一个潜艇宝还有几饮料 然后来慰绕我们相对同仁 因为我们相对同仁 随时状况随时出行 有这个汉堡的话 随时供应给同仁的快速食用 然后比较简便 然后也不会影响到同仁的用餐 在新冠疫情的威胁下 基隆各界纷纷以实际行动力挺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用同岛移民的精神共同对抗新冠病毒 记者张旗藤 基隆报道 基隆报道